有關教教信仰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為何世間會有罪的存在 如果一切都是上帝所創造的 沒什麼理由他會創造罪這件事 接著有一個大哲學家叫休毛 叫David Hume 他提出 世間為何會有罪惡的存在 如果上帝是全善又全能 他沒有理由容許罪惡出現 要不就是上帝全善 他很想改好世界 但他沒有能力 他不全能 要不就是上帝全能 但不全善 他很有能力 但他又不想改好世界 但現在世界有惡的存在 會不會上帝不是全善全能 究竟惡是什麼 最惡為何會出現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但其實這個問題 雖然17世紀18世紀 這個David Hume這個時代提出 但之前在第四世紀已經解答了 這個就是著名的神學家 兼哲學家奧古斯丁 他針對那個時期 在羅馬亦有一些學派提出過 類似的問題 他指出 其實罪是一種什麼狀態呢 罪不是一種存在的事物 即是說上帝創造萬物 各種都是美好的 哪有罪呢 如果這樣推論 罪不是一種存在的事物 的確是 你看看世界的事物 找不找到一種東西 出來叫做罪呢 例如一棵樹 一塊石 另外拿到的東西叫做罪 但我們發覺 我們觀察天地萬物 的確沒有一個東西叫做罪 罪是什麼來的呢 罪是一種狀態 即是說這樣的情況 就叫做罪了 那什麼叫這樣的情況 聖經有句說話 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規決了神的榮耀 意思是什麼 即是一種虧損 上帝的榮耀創造天地萬物 但這種原本榮耀的美善 被虧損的狀態就叫做罪 所以罪不是一個存在物 它是一種虧損的狀態 那什麼叫虧損的狀態 原來我們中國人 比較容易明白這個規字 我們中醫說 你最近很虧 你可能是你的神規 神規是什麼意思 即是你的神的功能 沒有發揮它應有的功能 那就叫做神規 這個著名的神學教授哲學家 多瑪斯亞規 他有個說法 他就說 好像盲眼 眼是正常的視力 這是存在的一隻眼 但人的眼如果盲了 即是它的正常視力受虧損 盲眼它不是一個視物 是一種狀態 所以眼失去了它的視力的時候 就是眼受虧損的狀態 如果我們這樣了解虧損 我們就明白 其實這個世界 種種的罪的出現 是一個善良的 原本的情況 受到虧損的狀態 人性原本有一種 完全善良的狀態 但這個狀態受到虧損 就產生所謂罪 究竟怎樣 我們下次再說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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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